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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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组织那么培养他 他最后变成这么一个酷吏 变成一个犯罪分子 这教训非常深刻 2021年的4月2号 4月1号愚人节 4月2号那天 山西省有个叫昆仑2021 即利剑展屋 专项行动 动员部署大会 在公安厅召开 刘新云整装出席 然后那次他也是搞一声 敌一声 傻弄人 有点傻弄空音 加起话来 非常厉害 干练 全场肃然 全场肃然 因为他霸道 全场肃然 只可惜 这是我们刘局 刘副省长的 最后一次亮相 一周之后 4月9号 他就被查了 朋友圈就刷爆了 当天搞笑的 当天 山西日报 省委机关报 还专门开发了 铲除黑恶 守护平安 他发了一篇文章 这些文章里面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第一组长 就是刘新云 刘新云在第一时间 宣告成立之后 刘新云亲任组长 主动扛起 第一责任 扫黑除恶 第一责任 光当一声 局长落马 哇 老百姓 奔走相告 山西人奔走相告 什么表现 不喝酒 焚酒也不喝 喝什么 喝醋 哎呀 这个爽啊 必须要蹊跷生烟 通气 这个终于被抓了 有这种事吗 他还没有那么大名分 就是说了解他的人不多 他很隐蔽 这人干刑警出身 他把自己藏得很深 如果说了解他就是公安内部的一些人对他的刑警有所察觉 所以由此证明 我们的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然后中纪委 我们的国家监委 我们有关方面 对这些人 那是专业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再隐蔽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好猎手 只是狐狸有点多 现在打不过来 知道吧 这么抓 还有一些小狐狸又在成长 山西省公安厅内部人是告诉中国新闻周开 说4月9号那天 刘青云正在山西省委开会 突然被中纪委的工作人员从会场带走 那场面什么样不知道啊 那个场面 据说开会的时候 有的人遇到几个看着陌生的面孔 站到自己身后 那心呢 拔凉拔凉的 就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干嘛的 这几个人可能是来带别人的 不一定是带你的 但是这 这个屁股不干净的人 他当官当到这种地步 然后把他带走 是带到地下室的 地下室干嘛 早有一辆车 你准备好了在地下室 准备好的车 把他带走地库里 然后把他带走 刘青云有个秘书叫郭帅 帅气的帅 我叫你帅 我叫你拽 我叫你牛 我叫你得到刘青云的赏识 跟着干坏事 从山东一直带到呢 北京从北京又带到山西 我告诉你 那秘书啊 如果跟老板夯穴一气 跟他那个手掌夯穴一气 这秘书往往起到很坏的作用 刘青云非常闪失他 这一路就追着刘的脚步 很多民警 没想到刘青云会这么快被查 据说了解刘青云的民警 当天晚上喝醋以庆贺 这是调侃山西人 肯定喝的是酒啊 这个人的最大特点 工作能力很强 十分聪明 善于学习 公安业务非常熟练 刑警 交警 然后呢 这个公安 后来不是网监部门 网监部门就是网络管理 他当过网信办的某一个中心主任 公安部政局级的时候 他是分管网络的 所以他搞计真 所以他悄悄的窃取别人 听身为领导的相关信息 但这个人一旦不老实 他越有能耐越麻烦 政治欲望太强 政治欲望太强 要政绩 想升官 那想升官 他就欺压不下 媚上欺下 不管民警死活 但是呢 这个人呢 两面人的特点就是 他又喜欢标榜自己 特别关心民警 比方2019年 他在祖国杂志 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杂志 叫祖国 祖国 祖国杂志 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的 我作为一个公安部门的领导 必须多管血 爱护民警 对他们的工作 学习省火 省火创造良好条件 他介绍说 山西 山西的经济 在全国虽然不成功很强 但是山西的民警 所有的锦铁和布铁 都是百分之百的发放 在集层单位 每一个派出所 保证习御市 24小时用热睡 要求消失堂 24小时用热饭 有检审房 越南市 配备到位 他还称称说 我们现在表长险进的时候 不是让领导去搬家 我们都是让民警的企则 孩子 父母去搬家 或者是让老百姓 去给他们发奖 那这样一来 你就雕动了 民警 霍家的民警 几利 温暖 民警一家人 我家伙 能讲 干杯 有的没的 反正就这么说 结果人家山西基层的民警说 哪有这回事 很多基层派出所根本就不具备刘星云对外吹那些条件 他的政治欲望太强了 只要能满足他个人野心或欲望 什么话都敢说 根本不管民警死活 经常白天晚上 白天晚上开会发号施令 让全省民警无事忙 忙得不可开交 经常折腾大家 周末没法休息 甚至叫停全省看守所所有的小卖部 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个非常具体的事 省里面不是有看守所吗 看守所的公安庭馆 公安局馆 所有小卖部都给我关了 一句话 踏实证管 又是副省长 又是公安庭长 小卖部 那犯人要买东西怎么办 不知道 反正是说一不二 相当霸道 很多受访的山西的公安厅和基层民警 都骂他是酷吏 因为他经常责骂民警 甚至在一些会议上 刘军云曾经把省总队的总队长 或市局的局长叫起来 站起来 冤冲公安局长站起来 一通骂 难听 完全不顾及他们的感受 这种作风很像是国民党 兵匹作风 他不像共产党 共产党跟严厉归严厉 但是你逞个人威风算这么个事 公安厅有一个老领导 告诉新闻周刊 说刘新闻刚来之后 时间不长 上期我跟各位讲了 他刚到山西落马 这个落马 刚到山西落座之后 第一次会议 他就把山西这帮人给吓住了 全省公安厅的 公安厅所有的干警都在 他说我是中央派来 专门管你们的 我是中央派来 专门管你们 啥戏的 或假的 大家吓了 他刚来山西不久 他就跟周围的人说 说一个人能做到 一个人能做到 人人都说他好不容易 做到人人说他不好 也不容易 在山西公安系统 刘新云就能做到 80%的人说他不好 80%说他不好 他介绍说 这刘新云在山西任职期间 他对省地市的公安局长 大调整 新冠上升三把火 一把火是调整各级干部 因为调整所有的干部 叫立威 对吧 你不是前任领导的人吗 你不是对我不理解吗 我看你视野 留下来 我看你视野 下去你上 这叫立威 11个山西 11个地市 11个地市 地市级城市 除了运城 10个城市的公安局长 全部都换了 全换了一场 他刚来他也没带人 但是 有刘新拍马的 表示效忠的 看着顺眼的 全体吧 就是要立威 叫你们知道 我说了算 我一句话 所有的小麦不够全关 你必须关 动作稍一吃一撤 所以在关于刘新云的双开通报当中呢 称他是参与党内搞团团伙伙 结交政治骗子 热衷政治投机 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很多人反映说 刘新云搞团团伙伙伙 就包括 什么人 他是孙力军的人 大家还记得孙力军这个人 孙力军澳大利亚 学公共卫生管理的 莫名其妙 在上海起家 而后到北京 然后呢 封管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而后到了副部级 落马前几天 还在武汉前线 带着一帮小景花 带着一帮小景花 在那举起右手 宣誓 新党员 他领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后他自己那么多乱七八糟 这画面滑稽不滑稽 中介委关于他的通报 其中特别的地方是说 这个人结伙成事 危及政治安全 结伙 那伙里面都有谁啊 其中一个就是刘新云 那反过来 刘新云结伙那些当中 包括孙力军 当然还有其他人呢 这伙吗 不能俩人呢 是吧 2020年4月8号 当时公安部当委委员 副部长孙力军 和当时上海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龚道安相继被查 知道吧 龚道安 那也向他副部级 2011年11月到17年的6月 龚道安在公安部12局 担任副局长 又担任局长 所以孙力军 龚道安 刘新云 这三个人 在公安部存在工作交集 解火城市的三个主要的人 现在全部都落马 党内搞团团伙伙伙 至少三人成伙 对吧 刘新云在2018年 在山西认知之后 他曾经公开吹嘘 他认识 某中央高层的亲戚 这个事啊 虚荣心 据说你们男人都 好多人都虚荣心 为什么男人不包括我 到我这岁数 我跟你说 基本就不男不女了 你知道吗 吹牛 能满足一时快感 但是真正有身份的人 真正有气度的人 真正有修养的人 是不屑于吹牛的 我从来就不说 我跟隔壁王奶奶 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对不对 这个 刘新云啊 刚到山西 就吹牛 吹牛 他认识中央 某高层的亲戚 山东政法系统的人 透露说 刘新云在山东认知期间 他曾经遇到了一个 自称和某中央高层亲戚 关系密切的骗子 就这么个事 这个骗子 北京的骗子 跑到山东去 说他认识谁是谁 我跟你说 在北京吃饭的时候 你说不定 你就碰到谁谁谁呀 都说他认识谁谁 真认识 真有关系 人家绝不会说话 凡是在餐桌上吹牛的 我告诉你 99.999%都是骗子 或者呢 沾边就赖 然后有一尺选一帐 这个跑到山东去 吹牛的北京的 这么一个骗子 说 他能在 什么什么时候 成熟的时候 帮助刘新云 引荐这个亲属 干嘛呀 当官 让他更进一步 再进步 这刘新云居然就信以为真 事实上上当了 那骗子 把他给骗了 你说你当刑警的 骗子给骗了 你说这政治问题令说了 是吧 腐败问题令说了 你说你叫北京去的一个大白货 顺口胡扯的这么一个人 给骗了 他根本就没这个能耐 那你说你公 作为公安人员 你这个刑警出身 你失职不失职 刘新云山西任职的时候 经常故意闪射其词 什么意思 就是用语言造势 闪射其词 然后表明他后台很硬 要别人相信他很牛 虚荣 虚荣 虚荣有一天露馅之后 吹多大牛 陷多大的眼 刘新云被杀之后 公安部在内部曾经通报 提到刘新云滥用侦查技术手段 这么一个问题 滥用计真手段 主要是指 他在山西的省 监控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所以刘新云这事最大了 他在山东 在公安部 在山西任职期间 都非常重视公安信息化的建设 推广 这是好事 公安信息化建设推广 现在我们破案很多情况下 都是由于公安信息化建设 拜公安信息化建设所赐 我们的谈头无处不在 你坐拉往哪跑 山西也是 但是你知道 他在山西干这件事 他原来在山东 2012年 开通济南 民生警务平台 建设公安数据库 资源库 他在公安部的时候 他负责网络安全保密工作 2019年3月的时候 山西公安法治工作会议 他又提议把信息工作在全省的 这都是对的 都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干吗 他在担任山西省副省长的时候 他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和制度规定 违背信息化发展的什么什么规律 在有关项目审查过程当中滥用职权 就叫他认识那活 你们来干这活 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情节特别严重 所以要依法就这件一件事 就追究去滥用职权的责任 他在山西超过实际需求 叫过度投资 尽力搞新计划建设 他主导下来 有一家来自山东的这么一家企业 垄断了山西省所有的大树屋建设项目 这种事特别照恨的 我们啥学生不能搞小系建设 我们啥学生就没有电脑工程师 我们啥学生 我们什么都能做 凭什么叫你们山东来的 这不是两个省的矛盾问题 这是他任人为亲的问题 那个公司肯定跟他有关系 当时山西的景物部门的这种所有的事 都叫那家公司来 所以那家公司 发行代表人 负责人 背后的实际操控人 肯定这次也跟着吃瓜闹 搞不定 搞不好 情况还更严重 这个叫济南启邦 企业的启邦信息 技术委员公司 2007年才成立 是一家专门公安系统 信息化服务的 这公司对外宣称 成功帮助公安部 干了什么 全国400多个公安机关 干了什么 2019年的 2019年的时候 改名了 改成另外一个 什么什么名字 这刘新云 把这个企业介绍到山西来 然后就是给 把各种各样的项目都给他 这里边干嘛 有money 但是这是荒唐 在什么地方 你毕竟是一家企业 你搞了个项目 比如山西 你搞了个信息化管理的项目 然后发起了刘新云 然后呢 这个项目就成了 山西公安系统的信息化办案 请注意啊 办案 公安办案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山西办案 山西人办案 山西人公安厅的所有的 这种全业务流程 比方拘捕啊 提审啊 兼外执行啊 等等公安内部的业务 全部都要通过 山东的这家企业的平台 这家企业凭什么要掌握山西公安全部的业务 这个人他能耐大了以后啊 他认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吓唬别人 那这件事比方说有一个事儿 有一个事儿呢 是这个他采访过他的这个祖国杂志报道的 说刘行云呢 到了山西之后啊 亲自担任一个叫盗墓黑帮案的专案组组长 打响了什么第一枪 两名黑恶势力冲打保护伞 然后呢 他呢 就把那人抓了 然后呢 就在那儿呢 破坏了案子多少多少起 790多起 缴获文物 多少多少件 反正这种事儿 也写一大堆成绩了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呀 实际情况 在这种移交文物的过程当中 这个刘行云 选了一些部分 价值连城的文物 作为个人行贿的工具 比方说 其中有一尊 叫青铜鼎 他咪了 咪了之后呢 送走了 送给他将来生官有用的人了 这叫行贿 是吧 但是你知道他还干一个什么事儿吗 他另找了工匠 在向警方移交正式文物的时候 人家专家看出破绽了 看出破绽之后怎么办 那专家也不敢拒收啊 你说太多霸道 专家看出什么破绽了 他把真的拿走了 他自己仿了一个假的冒充真的 你说这人胆有多大 这人有多可恨啊 这人干的坏事很多了 商界人士说了 他在山西街插手案件 利用职权破坏当地司法环境 招伤环境 有个经理呢 他在刘青云任职的时候 实名举报刘青云 举报他滥用职权插手案件 保护套路带犯罪集团 大家我们受套路带危害 多少多少人套路带 什么P2P 害了多少老百姓 但是他保护套路带犯罪集团 这有人举报他 2015年6月的时候 就这个举报刘青云这个人 就陷入一期套路带 就别墅被霸占了 然后呢这个他长时间就交涉卫国 后来2018年8月的时候 扫黑除恶大背景之下 那公安机关呢 在这个地方的涉嫌 就是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事吧 长话短说 但是刘新云作为从中央派到 公安部派到山西的副省长兼 公安庆长就直接 就站到那个套路带啊 套路带的这些黑帮的立场上 这个人费了牛大劲 直到这个刘新云被抓了之后 他那套别墅才要才要回来 要回来的比较戏剧性 这个人实名举报刘新云 直到今天4月14号 4月14号 刘新云被查的第五天 他收到了中纪委工作人员来电 向他说明了相关情况 然后他才从深圳中央案的判决当中 拿回了他的别墅 但是知道今天涉嫌套路带的团伙 拿着钱跑路了 仍然逍遥法外 所以刘新云他利用职权之变 他给山西老百姓带来的这种危害 那还是相当多的 好了关于刘新云的事 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 公安司法部门的那些 头头脑脑 他们如果屁股坐歪了 如果呢是党籍国法 欲不顾 他们的危害比一般的唐官 危害要大得多 他们心狠手了 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危害 那就不是简单 他自己的口袋的问题和腰带的问题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